早上你好 歡迎收看早安8點 早安加分 佳凱早安 小芬 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是1月26號 除了 1月26號 對 除了1月26號 你知道還要做什麼事嗎 很多人 看看那個 就是那個形勢力 對 上面有寫 桌立啦 尾牙 這兩個字 對 很多人要 他的新聞畫面就知道了 對 吃尾牙了對不對 吃割包 好好說喔 我們以前去中部這邊 尤其是在南投珠山 那個馬路旁邊 你就看到很多牌子 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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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往山裡面開 就是蜂蜜蜜蜜 然後不純 砍頭 結果是砍蜜蜂的頭 對啊 今天是吃尾牙 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為什麼是 今天是26號吧 一年有24牙 對 你有幾顆牙齒 我上次才 我想要數一下 一年有24牙 所以呢 24牙是在月初跟月中 對不對 大概每一個農曆的初二跟十六 對 有兩個牙 這很重要的 對 所以一年有24牙 我記得這頭牙跟尾牙 對 頭牙一月正月初二還在過年 二月初二的時候 土地公升 二月初二 不是一月初二 二月初二 對 過年這段是不算 所以二月初二是頭牙土地公升 然後十二月十六號就是 就是農曆 農曆 那今天是26號國立 然後是吃尾牙 尾牙 對 那尾牙的由來 事實上跟土地公也有關係 有喔 土地公去跟老闆說 員工一年都很辛苦 老闆要犒賞一下員工 對 沒有亂講的 其實是因為你這個公職 好好會祭拜拜嘛 對不對 那有很多的這個貢品嘛 對不對 然後最後呢 會分給員工 然後從家一起吃這樣子 也聯絡感情 也感謝他們辛苦的付出對不對 所以到後來就演變成 整個都辦桌了啦 對啊 比較稍微的啦 沒錯 這就是感謝神明 一年的保佑 店家就準備這個豐盛的祭品 那其實吃尾牙有一個 應景的食物 對 就是這個掛包 就剛剛講割包 對對對 割包 兩個字而已喔 兩個字 也不要亂說 對 然後這個掛包 然後外形像是錢包 對不對 我們的錢包 以前都是這樣打開的 打開的 對 對 對 然後呢 象徵發財 另外呢 有人說這個麵皮 這個饅頭皮 很像是老虎的一個形狀 老虎的嘴巴 對 對 對 然後就是裡面是肉嘛 肉 豬肉嘛 就是胡咬豬 胡咬豬 好咬豬 胡 胡咬豬 然後可以把福咬豬 福咬豬 就是這個意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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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吉祥 很吉利 另外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過去這一年 不好的東西都往裡面塞啦 不好的東西就把他塞 塞 讓他吃掉 對 對 對 留下好的東西就好 讓老虎吃掉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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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 所以應景的時候 拜拜的話也會拜這個掛包 对 没错 这个是像台湾的民俗的小吃 今天挂包店的生意应该会很好的 对 没错 那就营养学来看的话也不错啦 对不对 可以吃到面皮 然后里面又有肉 又有蛋白质 这个花生其实还有代表一个含义 对 花生 好事 花生 会花生 还要讲台湾国语 花生 另外我们说要犒赏这个员工嘛 但是吃这个尾牙餐的时候 很多人怕吃到鸡肉 吃到鸡 为什么 因为以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重视人情 人情味比较重 那今天老板比如说员工太多了怎么办 你要把员工请回去 都是左邻右舍的人 大家都认识 不好意思 你今天要把它吃掉 你又开不了口怎么办呢 然后就利用伴多的时候 来看鸡头像谁 这些老板说 小分小分你坐这个位置 坐下来鸡头 嘲笑你 这样很明显啊 糟糕了 对不对 意思就是跟你暗示你明年不用来 大家都不要去坐鸡头的位置 然后这样避开 对对对 无情鸡 无情鸡 就是如果被鸡头指到的话 年后工作不保 对没有错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 你明年就会吃头牙嘛 对不对 对 这一年工作就保住了 就保住了 对对对 所以就这句台语就是 一年一开始就就在这家公司了 整年都有头牙 很开心是不是 对对对对 吃尾牙的时候呢 怕去向到鸡头 所以面油油 吃头鸡 冷水手 吃尾牙 面油油 是这个意思 所以看到这个鸡 对 现在鸡不会这样子啊 都会剁开啊 对啦 现在没有 现在不留情面的 直接跟你讲 你可以走路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相对的啦 鸡屁股要朝谁 鸡屁股要朝 谁都可以吧 鸡屁股朝老板 朝老板 对啦 原来是这样子 那就表示我没有 没有吃过这种鸡的 好 这个是吃尾牙的习俗 现在没有全鸡的啦 好 可不过现在吃尾牙 我们很多转变啦 现在变成是感恩餐会啦 或者是什么演唱会都有 对 尤其是像电子公司 哇 那个员工那么大 对 员工那么多 那边板斗 哇 可能就很麻烦 没错 干脆就办演唱会好了 这些好像要联合好几个 这个板斗的来一起办 才能够让他们吃 对对对 你知道现在乡下 初二不是回娘家嘛 对 乡下初二回娘家 你要自己煮太麻烦 对 所以都有那个外汇的中破筛 你知道吗 中破筛 比如说你这个村落里面 一起啦 一起 对 你这个村落里面一起 中破筛煮一煮以后呢 就开始送到每个家 送到每个家里去 真的喔 这好方便喔 不是大家一起吃 而是每个家庭 他送到每个家庭去 这也不错 这很方便 对不对 这形式非常多 像是演唱会 然后有员工的表演 然后抽奖 后来之前有疫情 就是有线上尾压 然后变装啊 玩游戏啊 等等 员工表演的话 这是我们公司的嘛 听说佳凯有唱过歌 那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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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啦 大概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有唱过歌 唱什么歌 唱过歌 爱拼再贏 那很久了很久了啦 还好你是被拱唱歌 不是被拱那个要给员工钱 我们是我们不是大老板啦 不会啦 通常就是老板 如果是长官抽到的话 我们就要说捐出来捐出来 不只捐出来 还要加加码 戳到一万块 还要捐一万块 所以这些主管大老板 都千万不要戳到太多 员工才会开心嘛 对不对 就是要凝聚员工的向心力 对不对 今天就是尾压 很多公司要准备尾压 当然不是只有今天办尾压 都可以啦 如果大家都只用在今天 那餐厅怎么够呢 不够啊 就是开始很多的公司 都在犒赏员工 对 陆陆续续都在办尾压 这对饭店来讲的话 也是他们一年当中 重要的一个事情 没错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俗语 对 刚刚这个台语 已经讲过了 对 就是鸡嘛 对对对 你讲鸡 那我会讲挂包的 尾压吃挂包 钱财满钱包 尾压吃挂包 这个挂包像钱包 对对对 钱财满钱包 扶咬住 对 扶咬住 湖 从湖变成福 谐音的意思 对 这是今天的主演提供给大家 那大家还要关心天气的状况 谢谢教育家凯 好的 来 我们来看一看的 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那现在在高雄屏东的部分地区 是来到了橘色的 代表对过敏的族群 是比较不健康的 那至于说 在这个气温方面来看的话 今天一大早 外面的温度还是偏低的 马祖 金门 澎湖 跟昨天比较起来差不多 那台湾本岛这一带呢 有些地方稍微上升 有些地方稍微下降一点 大部分地区现在的温度 大概差不多 12 13度的 那另外呢 在这个天气系统的情况来看 这个空观地区的低温 在金门跟连江这两个地方是7度多 不过呢 我们以连江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从最早这个温度最低的 礼拜二的1.5度 然后呢 上升到礼拜三的3度 礼拜四的6度 然后呢 到了今天清晨的话 已经上升到了7度多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冷空气减弱 温度上升的状况 不过上升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 许多地方都还在10度以下的低温 台湾本岛这一带 那主要当然是北边的高压 移动的速度慢 地面图我们看一看 天气系统变化的情况了 那我们看到北边的高压 一直在这边 移动的速度慢 所以这整个范围 还是把台湾包含在里面 就造成了我们的冷空气 在减弱的时候 速度比较慢一点 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高压逐渐的慢慢的 要移动出去了 但是呢 还没有完全的离开 所以这整个范围 还是把台湾给包含在里面 所以就造成了呢 我们的整个温度 回升的速度比较慢 不过未来这两三天 它还会在慢慢的 在移动出去的 温度上面慢慢的在回升 但是呢 未来这几天牵扯到 温度的高低 可能还要看天空的云量 今天的云量 会有减少的状况 但是明后天 华南会有水汽 在进入到我们台湾的 我们从卫星云土 看一看云层发展的情形 华南出来的云层 大部分位置 大概都是从北部海面 这边通过 昨天预报误差 比较大一点 是在北部的近海 有云层发展起来 造成了这整个大台北 甚至到桃园 还有这个基隆 这一带降雨 就比较明显了 那除了这一小坡的水汽 在这边发展起来之外 没有看到 华南明显的水汽 在进来了 随着这一个 北部的这个云雨区 减弱之后 今天的降雨 对北部而言会减少 大概呢 大台北的山区 北亚岸 有时候飘一点雨而已 其他地区都是寝道多云 明后两天 礼拜六 礼拜天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华南进来的水汽 可能会开始变多 那目前的资料看起来 华南进来的水汽 对地面而言的话 可能没有直接的降雨 但是水汽增加了 加上东北风在吹 那这种迎风面的地方 北部啦 东半部降雨的机会 就增加了 这个是礼拜六 礼拜天天气 比较不稳定的地方 那现在的水汽比较少 我们再从雷达这边 来看一看 东部外海 是有很多的云雨区 但是在外海地区 对陆地这边影响就不大 那昨天就是在沿海这边 发展起来 然后再进来 桃园啦 这一个台北市啦 新北市啦 基隆北海岸这边 降雨就比较明显了 现在这边云雨区 发展的状况已经减弱了 所以北部的天气 相对的就比较稳定了 气象鼠所预估出来 降雨的状况来看 这个是今天的白天 山区 还有北海岸 零零星星 下一点雨 东部也是一点零星的降雨 等到了今天的晚上 明天礼拜六的清晨 台湾上空的降雨更少 在北亚岸还是有一点 那到了明天 华南的水汽进来 加上东北风在这边吹 地形性的降雨 就开始产生了 北部东部这边 可能降雨的机会 开始增加了 那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天 华南进来的水汽 在西半部这边的降雨 可能会扩展到新竹 甚至苗栗这一带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今天各地区详细 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 先来看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这个华南云溪进来这两天 礼拜六跟礼拜天 包括礼拜天可能北部 也有机会下雨 气象鼠目前估计出来的是 晴道多云 但是这个有机会再修正 变成它是会下雨 温度上面 未来这几天北部 好像上升的并不是很明显 最主要是礼拜六礼拜天 云量又变多又下雨的关系 到了下个礼拜一 天气比较稳定以后 温度就上去了 但是纵使温度上去 这种早晚还是会冷的 那东部地区 看起来好像天气都很稳定 那事实上礼拜六礼拜天 下雨的机会也会跟着提高了 温度上面缓慢的在上升当中 那早晚温度也是比较低的 那至于说在中南部这一带 未来这一个礼拜 对中南部而言 大部分都是比较稳定的 还是有一点变数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目前虽然看起来 华南的这种水气带来 直接的降雨不多 对中南部影响不大 但是还要再观察 会不会为中南部 带来下雨的状况的 那这温度上面就往上升了 白天的温度 有些地方稍微比较偏高一点点 但是一大早温度都偏低 日夜温差相当的大 南部地区也是一样 一大早大概都差不多 只有13度左右而已 温差很大 早晚这个保暖的工作 还是要做好的 看一看今天各地区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云量会比较少 但是要看到阳光的机会应该不高 白天的高温大概上升到17度上下 另外中部这边阳光就比较强了 白天的高温来到21度了 南部地区也是比较晴朗的状况 高温大概来到23度左右 但是跟中部一样 这种日夜温差都是比较大 东半部有点局部短暂 基隆北海岸这边 是可能稍微比较明显 高温在18度左右 恒湖金门还有连江勤道多云 7度到18度之间 Oak 10